这主要分两种 有一些是先天性的 有一些是后天因素所造成的 那么主要还是我们后天因素引起的 比如说分娩 怀孕 多次的一个产生 还有我们多次的流产 产后过早的一个体力劳动 太早了 然后还有长期的一个负压增加的情况下 比如说肥胖 还有长期的一个便秘 还有一个就是咳嗽 慢性的咳嗽 这样负压增加 这样都会引起一个阴道壁的膨出 那么后天性的因素 先天性的因素就有些是 生好它这个盆底的支撑组织就比较薄肉 特别是这种特别瘦的 或者年老体衰的这种人 这会导致了阴道的支撑结构的一个破坏 然后就会硬道壁就会喷出来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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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